嘿 TikTok开好者们 是不是常常为地区限制而烦恼 想看全球最新最热的视频 却总是被当前地区不可用的提示挡在门外 每次为了刷TikTok都要拔SIM卡 或者担心用那些来路不明的修改版会泄露隐私 别担心 今天 我将为大家带来一份 2025年最新的TikTok用拔卡终极教程 我们将一起探索如何在安卓手机上 不拔SIM卡 使用官方原版TikTok 并且能在Google Play商店正常更新 一次设置 永久稳定有效 在开始之前 我们先来简单了解一下TikTok为什么在中国大陆不能用 这不只是大家常说的科学上网那么简单 除了强大的网络防火墙会阻断境外连接 TikTok自身还会进行非常严格的SIM卡地区检测 只要你的手机里插着中国大陆或香港的SIM卡 它就可能把你拒之门外 即便你的IP地址已经显示在国外也一样 市面上有很多声称能解决这个问题的修改版TikTok 但请注意 使用这些非官方版本存在巨大的安全隐患 它们可能暗藏恶意代码 你的个人隐私数据 甚至银行卡信息都可能因此被盗取 账号也可能被封禁 所以 我们坚决不推荐使用修改版 那么 我们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 我们将利用两款强大的工具 Wilford和Zoku 他们能帮助我们巧妙地绕过TikTok检测 让你的手机真正伪装成一个境外设备 从而顺畅使用官方版TikTok 我们需要一台Android手机 科学上网 一台电脑以及TikTok Wilford 是Zoku三个软件 好 废话不多说 我们现在就开始正式的设置步骤 第一步 先下载安装TikTok Wilford Zoku这三个软件 一会儿 在同时 三个软件 呢 不知 说 我们不认为 我们写变默经 太软件 我闪了 勝出 不认为 不认为 第二步 激活生走扣 一 首先 请确保你的手机已开启开发者选项和USB调试 一 具体操作是 进入手机设置 关于手机 连续点击版本号直到提示进入开发者模式 然后返回设置 找到开发者选项 打开USB调试 二 接着 在电脑上下载安装好那一笔工具包 如果还没安装的话 三 然后 在你的安卓手机上下载并安装的ZocoApp 四 用数据线将手机连接到电脑 打开ZocoApp 按照提示选择通过DB命令型激活 你会在电脑的命令型窗口输入一串特定的代码 屏幕上显示内闭激活命令 回车执行 五 激活成功后 ZocoApp会显示 ZocoApp正在运行 这表示我们已经成功让飞如庆用 获得了修改系统权限的能力 这是关键一步 接下来是第三步 使用恩夫修改送卡地区 一 下载并安装出这款应用 我们将利用ZocoApp的授权能力 让恩夫能修改你手机底层的地区信息 二 打开Info 选择SIM卡1选择地区码 这里我们选择日本保存生效 三 连接日本节点 打开TikTok 恭喜你 现在 你已经成功地实现了TikTok免拔卡使用 从此以后 你无需频繁插拔SIM卡 也能畅想TikTok的精彩 你可以直接在Google Play商店 接收TikTok官方更新 保证应用的安全性和最新功能 而且 这套设置一次完成 通常能永久稳定有效 你只需要在每次使用前 确保网络连接正常 好了 这就是本期TikTok免拔卡终极教程的全部内容 希望这个方法能帮助大家突破限制 真正体验到TikTok无限乐趣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有用 别忘了点击小铃铛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敬请享受你的无界限TikTok之旅吧